观众没有吃过用野草包的水饺吗 用昭和草 鹅鹅肠 这些平常在菜园就能看到的野草来当水饺馅 吃起来滋味如何 带你一块来品尝 看看里面的馅料 好像跟平常包的菜不一样 没错 里面的馅料是刚刚到山里拔回来的野菜 战争的时候呢 日本呢 怕这个在野外的这些军人呢 没有东西好吃呢 所以在昭和皇帝的时候呢 就撒了很多的这个草 就是希望让那个日本兵 在这个台湾的地上面呢 可以吃到这个昭和草 所以他们把它命名为昭和草 昭和草繁殖力及适应力惊人 在海拔两千五百公尺以下的地方 都能看到它的踪跡 鹅儿肠则是早期台湾农家 常用来喂食鸭鹅的植物 现场导览老师特地教授 制作野菜水饺的小技巧 第一个就是把它切碎一点 第二个它的气味的部分 加一些高汤 然后把它和在里面 在和的时候一定要和的匀 买好一点的芝麻油 多放一点这样就好了 皮呢QQ的 然后呢里面的菜啊跟肉啊 这样子调味非常棒耶 然后这都是我们自己DIY的哦 超好吃的 第一次体验 我觉得那个口味很清新 然后很清淡 吃起来口齿流香 超赞 吃起来它有淡淡的清香 跟野菜的香 那一点都没有那个腥的味道 吃起来甜甜的香香的 非常棒 吃腻了平常的水饺口味 不妨也把一些野菜回来 尝一尝DIY的野菜水饺 新唐人雅台电视 胡淑霞 吴美容 台湾桃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